哈囉大家好我是臺灣 那今天要來繼續玩匈牙利 文明帝國6 那之前有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 原則上 因為我原本其實是有一點點想要想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黑鴨王的能力到底強不強 不過我稍微做了一點 一點點的小研究 可能還是會盡量去看有沒有辦法利用得到 黑鴨王的效果 然後 看可不可以搞個 統治勝吧 我的希望是可以 先打波蘭 因為波蘭的話我之前有碰過其他的 遊戲局裡面他們確實是有點煩 他們有時候會莫名其妙開始跟你開打 而且會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他就突然跟你開戰 所以說 目前的話我應該會想辦法 去走 統治勝 然後 看有沒有辦法先拿下波蘭 那我這邊的話我應該會 可能 因為這場的城邦是真的 碰到的還有點少 雖然說我這邊都還 西半部都還沒有去探索 不過現在真的碰到的有點少 所以我可能會想辦法去 先拿奧克蘭的 呃那個 真軍 真兵來用用看 那我現在會需要740斤喔 740斤其實是相對有一點多的 那因為我目前還沒有碰到 寫色契約的秘密解釋 所以我這邊 原則上我應該會先用米納瓦之夜陰 有點像是用經濟去支撐我的部隊 那因為一來的話我其實也需要他的澳克蘭 呃需要他的城邦 然後寫色契約這邊 他會有經濟槽以外 通向城邦的每一個貿易路線是會有一個使者的 所以說這也算是有一點點可以利用的到啦 OK那我們就直接先繼續吧 呃原則上的話這邊科技 我應該會先把工程拿出來 因為我想要用科技去輔助一下我的 我科技不想要太低 因為我想要科技能夠往前衝一點 這樣後續再打的時候可能會比較輕鬆 那這邊試鎮的話 因為我目前沒有要做開拓者的 所以這邊開拓者可以先拿掉 然後貿易路線的話接下來會有 還會有一些路線出來 所以貿易路線也可以先放 不過我可能正題這邊要先換 我可能會想要換寡頭 因為寡頭這邊我待會要準備打仗了嘛 所以說原則上會先放進來 那開拓者跟建造者這邊可能都會先放開 呃建造者的部分可能還可以留著啦 不過不一定 呃我這邊的話應該還是會想要有一個 城邦的東西可以來選 然後這邊應該會先暫時放 維護金的維護金幣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 原古經濟的這個 欸斯巴達教育放回來 不過這邊的話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瞄到 左邊西部有一個 野蠻人 所以我這邊還是會先放過來 因為 這邊這一塊營地目前是還沒有清掉的 他們理論上是一直還會過來的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一些結色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的話把這個柑橘的工業把它建下去 因為首都這邊 生產軍事單位的話加30% 原則上是會是會是我想要的啦 那我們這邊開看個頭 好這個應該這應該不關我的事 OK 城邦緊急事件 那這邊的話我可以先用這一隻打他一下 然後用這一隻在 要先進 我先進來這邊好了 先躲這邊 因為他待會我這邊如果先在這邊打 他進過來這邊 我套過來這邊的話 他這隻會繼續追過來 這樣我會不好打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把弩手先弄出來 然後 後續我可能會盡快先衝個黑軍 然後先把那一個 呃 先把那一個 科技先衝上來就對了 那科技 來來來 這邊手隊的部分的話 原則上 商人這邊我可能要先出啦 不過我這邊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可以賣錢的 嗯 波蘭現在被我搞到沒錢了 那原則上 我應該可以先出個商人 然後我們再把圖書館完成 應該是OK的 我這邊剛剛瞄到有一個開拓者 好像要往這邊 走過來的樣子 這一隻先打 然後我們讓這一隻退一點 這個等這邊城牆出來之後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這邊的話就讓他先回來 然後我們繼續讓這一隻退過來這邊 然後讓他去 先把這個射掉 然後商人的部分是貿易路線OK 那我們這邊這個就可以直接先開 然後這一個的話我會先把他派過去奧克蘭這邊 那接下來我可能下一個行政長官會先把阿瑪尼拿過來 把信使這一個派過去奧克蘭那裡 那奧克蘭那邊拿到之後 就基本上會是他的城邦了 應該說我會是他的宗祖國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要做的就是存錢 這邊弩手出 嗯鐵劍式的話 目前雖然說他們確實是比較高阿 我看一下奧克蘭 然後這個我們先用這一隻打一下 然後再用這一隻打一下 再用城牆的打一下看看 OK他不會死 他已經死了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先回血 那我接下來要開始存錢 嗯 這一個其實也是需要做的 印刷術 因為外交能見度能夠提高你的 戰鬥力 所以說這個其實也是需要考慮去做的 但我現在可能會先 把城堡拿出來 至少我要先拿到黑軍 那我們這邊配齊的話 生產力目前算是還行 他也許 這邊應該也可以先做一個商人 先把我的商人先填滿 然後這邊的話 這一座城就會比較偏後期了 嗯 這邊的話我可能會先做個 學院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可以不用了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繼續 先讓部隊先慢慢的往前 然後這一隻的話 我可能會先用 防禦的 然後接下來這邊有野蠻人在進攻嘛 所以說那邊會稍微可以被他們 可以騷擾一下他們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拿到一個行政長官 我看一下城邦這邊兩個 行政長官然後我們拿一下阿瑪尼 然後把他派去奧克蘭 奧克蘭這邊目前正兵要740 還是需要一點金幣的 我把AI的錢都拿一拿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把軍事訓練拿下來 然後再走向 我再拿一個使者拿海軍傳統 那至於這邊的話 我目前應該都還不會去做任何的 升級 戰時 戰時應該是不會 不過我的部隊還是稍微有點偏少阿 所以說還是需要稍微 還是需要去拉高一點 那這邊的話商人完成了 我應該沒有商人可以做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水渠仙劍讓人口可以繼續成長 首都目前的生產力算是還不錯的 OK那那一隻就讓他繼續去煩惱 我這邊讓他去首都 那一隻讓他繼續煩惱 我們這邊做 看一下下 恩 劍士 可能可以做弩手 其實阿南希 可能還好 先做個水魔 強化一下生產力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一隻的狀況 他應該還是會繼續打他 我們把他派去 恩 因為奧克蘭應該沒辦法繼續派的 所以說我們把他派去 韋斯特羅特 還是要做國內的貿易 國內貿易其實也可以 跟佩奇的話有加二加二加二 跟國內好了 雖然說我知道跟國外會有 跟城邦有那個 但是城邦你只能給他一條 OK 好 那這邊的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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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會出現 胡納夏普 雙子 雙子的話 看一下喔 目前波蘭是121 他的科技也還沒有到特高 我看有沒有辦法稍微的讓這隻勇士出來一點點 雖然說我知道那個營地已經到 已經到那個披甲步兵了 看有沒有辦法找到一下那個營地 不然那個營地也許後面會成為麻煩 那這邊建造者的話 我們可以先把 這一個農場先建起來 讓我的人口可以成長快一點 然後我讓這隻勇士去探一下下 那一個營地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這邊市場出 然後這一座城 這座城的話 工業區還沒建 所以說我們這邊 其實可以先給他一個營地 營地的話 我看一下這邊如果要增兵 現在他們需要多少 840 840 但我這邊可以先出營地 我稍微花一點錢 我稍微花一點錢 但是因為目前還沒有馬上要跟他開戰的意思 所以目前還OK 然後接下來我要繼續找生產力的部分 先來這一個 好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做國內的 這一個 野蠻的營地在哪裡呢 OK他們的兵 又見過來了 好我們這邊遇到了 喬治亞 喬治亞在這裡 這邊有一個營地 欸 部落村莊 好 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會先出個奴手啦 先開始準備一下 傷害的部分 然後這邊跟他做一些基本的貿易 然後 先做代表團 把一些基本的貿易做完 我這邊第一個目標現在是波蘭 所以其他的都還不是這麼重要 看起來營地應該不在這裡 而且那個營地現在就突然不見了 好 這樣我商人可以再出一個 好他的部隊已經過來了 我們這邊可以先來開始準備 我覺得我可以先譴責他了 因為他 他的單位已經壓過來了 原則上他應該 再過不久 可能再過一兩個回合 就會跟我開 那我這邊要先把這隻派回來 這邊駐紮 這個先取消一下 這邊也先駐紮 然後這個也是先駐紮著 騎士的話會比較難搞一點 他現在科技也是稍微有點領先 我們這邊的話 原則上我應該會先 把他們撐兵過來 然後待會讓他們直接衝過來我們這 這應該沒過多久就會跟我開戰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一樣 你先去韋斯特這邊 然後這一隻 應該是探不到那邊了 我這邊讓這邊的部隊 投石車的部分先過來 然後讓這邊上面都可以先過來 恩 因為真兵過來之後 他的移動力跟戰鬥力都會加強 不過只有30回合 所以30回合認真來說 還是有一點點少 不過 不用白不用 我這邊先把他開放邊界一下 這樣我後面 這邊的兵要過來比較好走 然後首都這邊 原則上首都這邊 騎士 我看一下一下 抗騎兵 騎士擋得過 這個應該槍兵是打不過他 如果槍兵要打得過他的話 應該要到戰術 要到長矛兵出來才有辦法打得過騎士 才有辦法擋得住騎士 不然騎士的傷害是有點偏高的 所以如果之後這樣子的話我這邊 這一個城堡跑完之後會先讓他來跑一下 戰術 先讓他跑戰術 然後拿長矛兵 再回來拿皮仔戰士 雖然說我的槍攻擊力會稍微偏低 會比他們低一點 不過 恩 這是必要 目前來說是必要的 然後我們這邊 槍兵還可以先不出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應該會先出一個 弩手 先防禦一下這一隻 好 他開戰 預期中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喔 目前的 我算是都有準備好了啦 本來就預期會開了 這邊上來這裡 然後來這邊 他 可是那邊是馬路 那邊是路 好像 這樣的話這隻可能會死 恩 然後我們這邊把 這一個 改良 然後這一條的話 跟不打 這邊的話我們讓 前面的部隊都先過來 他的速度 開的 他開攻的速度 稍微的比我預期的快了一點 所以我的部隊 還沒有辦法馬上趕到 不過 應該不會拖到太久 這個可以再打一次 然後用這隻也下來 市政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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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軍這個還行 但我會封建主義 然後 可能再走雇佣軍 雇佣軍 然後這邊的話要保持 我必須保持 奧克蘭是我的 宗主 欸 宗主國 欸 那是甚麼 中...對阿 反正 必須保持住阿 他這隻會死 就是預期中 然後 接下來 黑冰 黑軍出 那我們這邊 我要先把這隻先處理掉 然後 這一個奴獸 必須先處理掉 這個打不到他 可惜 看這隻有沒有辦法死一下 恩... 他應該是會死阿 不過他應該會被他打 但是被他打的 他應該是不至於到 死亡才對 那這邊的投石機 我可以來 偷 打他 他沒有死 有點可惜 但到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再打一次 投石機 雖然說是打 城牆專用 居多 但是他打一般的兵 傷害也還不少 那我這邊的話 可以先出個 黑軍 受徵集單位加3 可以幫前期 那個 前面的部隊 增強一點傷害 那這邊還有什麼東西 我可能會需要的是錢 錢 錢可以先直接給我 然後 看一下下有沒有辦法 拿走他們的一些錢 用 貿易 用這個來給我錢 恩... 等一下 快速交易 購買 出售 恩...你的話 你有100多 這個可以 然後 還有誰 你可以拿給我100多 這個也給我 先把AI 我現在把AI的錢全部賺過來 然後 這樣子的話 我後續這些兵 理論上都可以升級成功兵 不不 奴手 然後 雖然說他這邊已經開始出了那個 這邊有一個投石車 是有一點麻煩 不過 投石車這邊 我的戰列步兵應該可以下來 可以準備跟他打了 然後這邊的兩隻打過來 理論上這一隻就可以倒掉 那我的戰列步兵可以衝 可以站出來 然後 這一個的話 可以站到這邊來投他 這一隻可以站出來 這裡 然後 我有那張 我試陣卡應該還沒有放上那個 升級 升級可以減那個的 可以減少的 因為他還沒有拿到 所以那個還沒有辦法升級 不過目前這一筆錢先留著 也還不差啦 先暫時躲在這邊一下 然後你的話 你可以先出來 那邊可能會被他打 不過沒關係 先暫時出來一點點 我要防範這邊有任何人進來打 先暫時在這邊等著 然後我要讓這邊的兵可以繼續往前進 尤其是後面的戰列步兵的部分 然後這一隻的話 他應該可以先來這裡 他可能會被他打一下 但是應該是不至於到死亡 然後這裡的話 這一座城 花木蘭 他可能會先幫我出一下英雄 然後這裡 因為你14回合可能會有點久 所以你還是先幫我弄圖書館吧 你先幫我把我的科技要拉上來 至少要維持一定的水準 然後這一隻 這一隻 戰列步兵 那這一隻你就會死了 然後這個我可以先 好我不是要這樣移動的 但是算了 這一隻的話 恩你是商人喔 恩 商人 恩等一下再透你 這隻可以先這樣打 然後 然後 這個這樣 阿因為這邊有樹林 所以打不到他 但是沒關係 這樣可以打 OK 那這樣的話 這邊就會都被打下來 原則上 我可能會先進攻 佛羅茲瓦夫 因為他目前都還沒有做城牆 這一座城可能可以先進攻 這個移過來 讓他可以到前線 然後這個移過來到這邊 還有 還有 這一隻 然後你先進來 我這邊待會 我看一下 修築城牆應該要帶 阿仔等一下才可以修 目前的話 要看一下他會派誰出來 原則上他應該還是有兵阿 他的兵現在240多 所以他應該還是有部隊可以擋的 好 然後 接下來的話 我來看一下 我們先讓這一隻移動到這裡 然後 出來看一下下 到這裡 這邊沒有東西 那這個奴 這個我們直接 我覺得我直接先把它升級阿 讓他可以 至少戰鬥力可以跟上 然後 應該要出一個工程塔 可以輔助前盤 因為他們是有 他們這邊是有那個 這邊有一個火槍手 所以他們已經有到火槍手的能力了 這也是有點麻煩 有一個火槍手躲在裡面阿 這邊 應該可以站過來 可是他們那邊 算了吧 這邊好了 他們裡面 其實還是蠻強勢的 老實說 也許打這邊 這座城才是比較好的 因為這邊有一個火槍手 火槍手不是打不贏 只是 不好處理 嗯 嗯 畢竟火槍手的那個 東西都已經有點太高了 我們這邊的話 先把你弄到監視區 工程 看那個火槍手會不會出來 好 他把它清掉 然後 那我們這邊要讓這隻出來 然後 黑軍的部分 讓他先來到這裡 這邊的話 正列步兵 先站過來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站過來這邊 這邊的話 這一隻站過來這個位置 黑軍往前 然後 這個站過來這裡 這個 來這邊 這邊你應該擋得住 吧 應該擋得住啦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站上路 路 那個道路 待會比較好走 呃 黑軍的話 我還需要再弄嗎 奧克蘭這邊 我應該還是總組國 呃 奧克蘭6 然後2嘛 所以 看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錢可以拿的 呃 這個應該暫時是不用到這麼多錢的 把他們的錢都拿過來 保持他們的金幣是低的 呃 波蘭這邊可能就沒辦法拿到多少好處 然後 待會準備要出到長矛兵的嘛 但是 但是 但是目前有一個火槍兵是比較不好處理一點 呃 可能必須要這樣了 我必須要先能夠趕上他的速度 要不然就是速度要 要不然就是輕 輕掉他的速度要夠快 所以我的單位要夠多 因為一個火槍手 已經可以打 蠻多傷害的 然後 這邊的話讓 我看一下 黑軍 這一隻進來 OK 他裡面現在沒東西了 裡面如果沒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先站過來這裡 然後待會下一個回合可以 可以那個 呃 那個叫什麼 呃 呃 掠奪掠奪 對 一下子想不起來 我們這邊先把 這一個銀帝先打掉他 這樣可以減少他這整座城的 防禦力 然後 這邊的話我先用他 來偷打他一下 然後 這邊先繼續駐紮著 然後 這個 應該可以先 升級 然後 強化的話應該還可以暫時先不必動 然後 但這個強化可以先用 這個強化可以先給他攻擊的 好 呃 我看一下下目前 金幣 金幣購買 金幣購買 錢我可能還是需要暫時先保留著 沒辦法用掉太多 石的話這邊 啊剛剛其實這邊已經可以先做營地了啦 我們這邊 來做個營地 然後我想要在最前線 也許 可以在這個位置 然後 我看一下剛剛 弩手 我們先把弩手完成 算是一個小失誤 那邊其實應該要先趕快把那個做起來的 好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讓這隻進來這裡 然後這隻再偷打他一次 那原則上 這邊就可以很輕鬆的把這個站 破壞掉 破壞掉之後我們可以往前到這邊來 然後 理論上可以先打 先 理論上 我先不要打好了 因為我擔心後面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躲在後面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待會後續可以再 消耗他一次 呃 我先暫時不打他 但是 那邊可以先站著 然後 這邊還有誰可以前進的嗎 這邊讓他先過來好了 那這個可以先打他一下 他這邊見出城牆了 所以 這一座城 相對就比較不好打了 不過 還算是可以啦 我們這邊的話把兵營做出來 現在開始拿大將軍的點數 波蘭這邊應該也是有在拿大將軍的點數的 所以 他應該 菲尼基拿的蠻多 波蘭這邊5.7 那我這邊的話是開 才剛開始要拿而已 需要一點時間 需要一點時間 呃 但是這一座城應該有機會拿得下來 不過後面的這幾座 羅茲可能 勉勉強強或許還有機會 但現在接下來如果要拿的話 應該會先拿拉敦 拉敦 可能會比較容易處理一點 好看一下這邊喔 呃 呃 OK 他裡面的 被 弄爆了一波 這邊讓他進來 然後 讓這一隻到 這一個位置 然後讓這一隻可以出來到這個位置 這樣他們打城牆的速度都會比較快一點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 然後開始炸他 我這邊的投石器應該要稍微多一點啦 然後這一隻來到這邊 呃 這邊的話我應該可以再弄一個 再掠奪一次 然後再準備離開 來這一個 拿他的掠奪他的錢 然後我們這邊 可以打一波 打一波 然後炸一下 呃 就是 不確定他活不活的下來 這邊有奴手過來了 這邊有金字塔 金字塔的話 波南 波之南我可能會想要把他拿下來 有可能這兩座城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是可以拿的下來 好 那 這邊的話這一個奴手 我覺得我可以先 走過來這邊然後偷打他一下 壓力一下他的 他的影響力 然後讓這邊的 這個先過來然後打他 這個也過來打他 然後這邊的這個可以先掠奪掉他 因為這邊如果打過去他應該兩個 兩個 兩個 這雖然是中 雖然說這只是一般的城牆啦 但是打兩個打下來我覺得 不太划算 可是79的信仰值划算嗎 兩隻一起打下來我不知道會不會死欸 我覺得兩隻信仰值先 讓我先掠奪掉好了 然後這一個可以先過來這裡 然後 這一個的話 我們 站上來這邊 這邊還有 佩托拉是不是 欸不對 不是佩托拉 好這座城我應該可以站下來了 如果我要直接打的話 他後面還有一個工程塔 然後一個皮卡戰士 呃我用這一隻打 用這一隻打 然後待會讓他直接在裡面回血 保留城市 看一下多久 189回合 還行 我們可以把 我看一下喔 呃 馬格魯斯應該可以先把他配過來 到新的這邊了 然後我們把 評價拉 派到首都來 派到首都來 然後這座城的話 要開始先修復一些東西 營地 可能要修 營地修10回合 還行 因為我可能會需要他的 我可能會需要他的那個 大將軍點數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 可以先把這附近全部都修復一下 好現在來看這一隻的單位 他現在想要跟我 和解了 但我應該不 我不會跟你和解的 呃不給 但是他有可能還是拿得到耶 我看 要看大家的 他還是拿到了 好吧 他還是拿到錢了 算他運氣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目前的話 是不缺馬上的直接現金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缺的是 呃一般的現金 一般的金幣 這兩個直接弄這樣比較划算 然後 瑞典窮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這邊的兵力會稍微的恢復一下 然後 會把 會 衝上 拉敦 因為這一座城 主要的目標應該是波之男 如果波之男能夠拿得下來的話 應該會 帶來蠻 對他帶來蠻大的傷害 但是現在這一座城有 城牆算是有一點麻煩的地方啦 我們這邊的話 應該可以讓他進去裡面 升級成披薩戰士 那至於這邊的話 呃 我應該還不建議 還不能馬上站過來這個位置 所以這邊 也許這一隻先出來 然後 這裡面的單位都會需要先回個血 建造者的話 出來把 這幾塊地都修一修 啊 旱災發生不能修 那就先等等 然後 工程塔先休息 然後這邊的話 也許 羅茲這邊 也許這邊可以慢慢的站出去偷打一下 偷炸一下這一座 有 很難說 也許是有機會的 我們站過來這裡 然後 這一隻應該可以站出來到這個位置 看一下下 這一個 站到任何位置都會被打 所以 暫時先不動 呃 黑軍的話 這邊是 丘陵 我的移動力有5 但如果我站上去 有可能是會被打的 那如果這邊 伐木場 我站過來這裡 然後 這一個的話 嗯 理論上我是有點想要站過來這邊 然後偷開始炸那一座 炸這一座 但是我看一下 我可以先 要偷炸他嗎 其實是可以偷炸他 如果我這邊看的到他的話 這個看不到 因為這邊是 這邊是丘陵 所以打不到他 嗯 沒關係 那我這邊的話 先壓制這個 然後我們把 弩手可以站出來這個位置 看他們這邊會打 會怎麼樣攻擊 這邊出來的騎士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要弄 欸 我記得他是 工業的 工業的城邦 來個兩分 然後這邊選我自己 就好 應該是 理論上應該是不太容易過 工業的有過 兩個都過了欸 這麼難得 好 那我們這邊把 新的這一張卡片放上來 滿足這邊應該暫時是不會用到的 所以暫時先不放 那我這邊先讓這一支 先放上來 呃 維持一下金幣 然後我下一個目標 看一下這邊有沒有什麼 貿易政治 貿易卡牌需要更換 應該是沒有 欸 下一個目標的話就會是 把僱傭軍這一個政策卡牌拿下 那我這邊花木蘭有出了 花木蘭出了的話 對於我這邊要進攻 會比較輕鬆一點 呃 這邊的話我可以先 這一支是有點煩阿 老實說 我可能會先把這一 呃 這支先進來先把它清掉 協助它清掉一下 然後這支進來這裡 我可能要先把這一支 騎士先處理完 才可以 這一個你先 打它 然後你打得到它嗎 你打得到 但是你打它的話可能會死 你的花應該是沒有位置可以打 這邊有一個劍士在這邊擋了 不過這個劍士 它現在打不贏我 我這支 我的黑軍的傷害是比它高的 它除了剛剛那支火槍兵之外 應該其他的都會比我低 欸火槍兵在這裡 先開始炸一下城牆 然後至於這一支我要不要打它 這邊的話會產錢 錢 錢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痾 我看一下下 我這邊還有這一個可以打 但是 這一個 可能會需要先 防禦一下回一個血 那至於這一支它應該也是需要先繼續回血的 痾這邊是不是還在 還在那個 乾旱的部分 所以我還是不能維修嘛 然後這一支工程塔也暫時只能先休息 現在重點是在於說 我其實是可以先掠奪 然後待會過來這邊掠奪這一塊田 然後再看有沒有辦法離開 因為我現在就算被它打了 我還是可以掠奪田回血 就怕這一支火槍手而已 所以我應該會先掠奪它的錢 然後先不動 欸可能先駐紮 然後接下來花木蘭的部分 也是先暫時停在這個位置 因為它目前也沒別的位置可以動了 大傷人 大傷人也可以用 然後 這一支的話我覺得我現在需要把它稍微往 底下這邊退 要來去幫一下 這邊的領地 這一個我們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一座城的話 你可以再幫我出 商人 等一下你這個商人為什麼不能用 嗯 好吧 你可以再幫我出商人 或者是披甲戰士 或者是修復城牆 然後你這邊的話先幫我做一個營地 然後可能會在 一樣是比較偏前線的位置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把他這邊的錢 197 換過來 好 痾 這邊目前 我的兵應該還剩多少回合 欸我看一下我這邊應該看得到 欸目前看不到 好吧沒關係 我還是必須要繼續出兵阿 不然的話 前面這幾支兵有可能有時候可能會撐不住 尤其是像這邊的 尤其是像這邊的 投石機喔 恩 原來我沒有預期到他的傷害會這麼高啦 沒有算了 沒辦法 施判 誤判誤判 好 接下來 頭石車繼續炸這一座城 然後 如果他剛剛傷害只有打這樣 那我這邊 其實可以直接打出來打 這一隻騎士打掉 不不不是騎士 劍士 然後 讓工程 我想一下我可能會比較想要 然後 這邊 這一隻都可以到 這個位置了 那你可以到 你可以到 我看一下喔 你看得到裡面 看得到裡面 裡面沒有東西 你可以先到這邊 然後你這一隻到這邊 還可以順便掠奪一下他的貿易路線 然後你這一隻到這邊 你這一隻到這邊應該就可以炸得到了 不過我可能要留一點空間 讓這一隻可以來到這一個位置 然後這一個弩手 可能最好的位置會是在這邊 那你到現在應該是還是不能夠弄 所以你可能先出來幫我做一個 呃 可是我想要先利用一下你的修復耶 可是你的漢災一直沒有辦法結束很煩 因為可能短時間之內不會這麼快的建設 短時間之內不會這麼快的建設 那個叫 什麼區的 呃 短時間內不會這麼快建設 那個 建造者 所以他現在可能都需要等 然後我們讓這邊的兵都先出來 這個弩手 這個弩兵可以先 你站過來 這一個位置 準備待會可以隨時 然後你這邊先駐紮 準備待會可以隨時 掠奪灰血 掠奪灰血 然後這座陳佩奇的話 你應該還是會繼續幫我出 先幫我出商人好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 這一隻 接下來就要看波蘭他們 他會怎麼做的 喔 還有一個單位沒動到 呃 你可以來這邊 然後你的話你要繼續幫我趕到前面來啊 你怎麼還在那麼後面啊 好 重點是這座城了 這座城目前應該慢慢炸 然後加上黑軍的 幫忙應該是可以擋得住火傷手 如果這個火傷手一直不出來也沒關係 重點是這一座城了 好他剛剛用城牆 他用城牆打了一座 打了一點傷害 然後這邊也是用城牆打的 應該是打我的黑軍 然後這邊城牆應該是又 建起來了啦 那我這邊的話 原則上可以繼續先掠奪 然後 我可能會站到 應該不用站出去 可能先 我看一下這邊這一個是 神域 然後這邊是 伐木場 可能先 暫時先回個血 然後 我們這邊讓 呃 可以的話 我想要讓他們可以 被 圍攻 這邊應該結束了吧 結束了 所以如果讓他被圍攻的話 這一隻要 過來 過來 這一個位置 然後你 要過來 這一個位置 你的話就可以先開始轟炸 然後你的話先掠奪回個血 然後你這隻工程車過來這邊 回個血之後你還可以攻擊 但是你的攻擊要打這個城牆的傷害還是偏高的 所以說 我先炸你 然後繼續炸你 先壓低你的 攻擊 然後至於你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 你如果到這邊 再到這邊 這個城市打得到 所以 我覺得你要到這個位置才比較好 然後你這邊的話 因為羅茲也已經蓋城牆了 所以他待會也是會開始反擊的 如果他會開始反擊的話 這邊 後期的 你先撥回個血 然後你這邊要繼續往前 呃 這邊的單位也不是很好移動 我覺得你先暫時 其實可以在這邊站著 然後 披甲戰士要打現在這座城 真的還是稍微的偏辛苦 呃 所以說我這邊還是需要弄一些 我還是需要一些科技啦 不過這邊的這座城不太OK 嗯 我看一下他原本是缺港口 但是港口目前還沒建 所以你這邊先弄劍道者 你慢慢走你自己了吧 這邊的兵營結束之後 原則上 他會開始走一個 我覺得 要長矛兵嗎 45 45 也許其實可以用一下長矛兵 因為他好像蠻喜 波蘭好像蠻喜歡用騎士的 加上他 可是他有一個火槍手 重點是火槍手 但我覺得我應該會需要 比較需要的是工程的東西 但長矛兵先除好了 呃 不過我下一個回合之後 會有拋石機欸 嗯 這邊有沒有什麼一個回合可以完成的事情 欸不是這座 一個回合 沒有 沒有一個回合可以完成的 不過沒關係 好我們這邊看接下來 這兩座城會怎麼做 好有一個騎士來了 然後這邊拋石機出 拋石機這邊先繼續打他 他剛剛應該是炸這一座炸這一隻 所以我這邊應該可以繼續回個血 然後重點現在是這一隻騎士 騎士的話應該 應該不難 黑軍打城牆沒什麼用 但這個至少可以讓他做到 不能回血的效果 然後我覺得 嗯這一隻他有可能沒辦法撐住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他欸 嘖 我先讓你回來一點點回個血好了 然後你 用弓箭手去炸 然後你的話盡量幫我移動到這一個位置來 然後你的話 幫我 你幫我維修 然後你先繼續攻擊 黑軍的部分回血 然後 攻擊 打的不多 不過他下一個回合可以 升級了 然後這邊先繼續炸他 那個升級留著的回血用 然後這邊先繼續炸他 等到這一個兵營結束之後 我應該會先做 拋死機 然後你要繼續往前啊 呃 目前來看一下 部分 他現在133 我還要稍微留一點錢 讓我之後 如果他時間結束的話 我可以馬上再增兵過來 然後至於這邊的話 目前看起來奧克蘭是沒有人要拿的 然後菲斯 阿瑪太遠了 然後葉里溫也太遠了 庫瑪西也是有點偏遠 加上他的 人口 加上他的不多 然後菲斯的話其實我可以考慮拿一下 如果有辦法拿得到 米特拉就太遠了 所以菲斯應該有可能會是我下一個目標 如果這樣子的話我這邊會先把他拿 盡量拿一下下 看有沒有辦法拿得到他 拿得到他的話 我這邊也許可以 呃但他沒有冰 他沒有任何的部隊阿 好慘喔 好吧 接下來的話又是在等他 看 AI要怎麼做了 好他打這一隻 然後這邊的話目前沒有看到他打什麼 這邊的話他繼續炸他 然後繼續炸他 那你這邊應該你要先稍微退一步 回個血 然後 你的話 因為他跑進去了 所以說 81的信仰 這一個你可能會需要 掠奪回血了 下一波被打的話你可能 剛剛 剛剛 他們有任何人 打我的奴手 受到46 對 所以他我必須要回血 他如果 不回的話他待會應該會死 然後黑君 呃 黑君的話 也可能是需要一個基本的升級 然後佩斯特這邊的話 因為你的生產力也還不夠 所以 我需要你繼續做兵工廠 工程塔先留著 然後花木蘭的話 花木蘭的話 你應該可以慢慢先進攻一下 不過你如果到這邊來有什麼東西 這邊有另外一座城 所以你不適合過去那邊 但如果 你到這邊來 這邊又有另外一座城 所以你也不適合到這個位置 首都是在這邊 59 生命值這邊 OK我先讓你炸一下他吧 然後 建造者的部分 建造者這邊有一個波蘭的奴手要進攻 要走過來了 想要偷偷過來 以為我沒看到 先把你趕走 然後這一個的話 你過來這邊 直接先幫我把這一座 工業先建起來 然後這一個奴手 傷害 還沒有被攻擊 所以還不用回血 好 好他打花木蘭 還是要和解 但我還是暫時不會跟你和解 我想要多拿一點好處 這一個投石車 只要被攻擊 我就可以一直偷偷的打 偷偷的打 然後他剛剛被打了 應該沒有到完全 剛剛被打了一波 但是他應該還可以再hold住一次 所以我這邊的話繼續hold著 然後這邊讓他回血 這一隻繼續攻擊 他剛剛應該是打我的花木蘭 所以花木蘭這邊我可以掠奪 然後攻擊 然後這邊的披薩戰士 也要開始準備攻擊了 這邊下去的話 我不知道 這邊先繼續用遠程的先攻擊一下 然後 這一隻他的回個血量還不夠多 所以也是要繼續等 這邊你先回血 然後這一座城你幫我把 學院先修好吧 接下來滿意度這邊都是偏低的 不過我沒辦法 先暫時不管了 痾...你這邊 先幫我繼續派去給奧克蘭 維持一下我的 痾...英雄那... 欸那個叫什麼 痾...那個叫... 你這邊應該可以先打 因為他應該... 你應該還hold得住下一波攻擊 才對 然後... 長矛兵披甲... 英雄傳說 中式繼承 牆 西半部的那一個... 應該是沒有要過來了 我應該可以讓你偷偷塞一個水渠啦 但是你的人口成長得很慢 所以其實你也不是這麼的緊急 如果現在真的要讓你可以發展的話 應該是要給你一個建造者 工程塔對過 痾...現在看這一隻有沒有辦法活得下來 理論上應該活得下來 可以 好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 升級我目前有什麼需要升級的嗎 感覺上可能沒有 你先回血 然後你... 先不動 然後你可以偷偷的出來幫我... 炸他一下嗎 然後你也偷偷的站出來這個位置 待會可以準備... 把泥根換過來 然後你的強化的部分... 暫時沒有用 先繼續攻擊 然後這邊你也先繼續攻擊 那你的話你要準備去找一個地方讓你可以回血 所以... 你們兩個應該要... 兌換位置 然後讓你... 阿你的...還沒辦法六...還沒辦法六多回血 痾... 想一下下要怎麼處理呢 我應該可以繼續炸你啦 暫時也只能先繼續炸你了 暫時也只能先繼續炸你了 然後讓這隻攻擊 這個你繼續投石 然後你可能要強化了 然後市政的部分... 目前... 呃...行政部門 然後...中世紀 但我可能會想要拿到... 完全承受需要嗎 這幾個其實都好像... 要的話只是需要他的政策卡牌而已 像這個 嗯... 但其他的部分可能暫時都不是這麼重要 痾... 因為這邊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兩個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那個... 他也沒有冰 所以也沒辦法用到什麼 所以我現在暫時真的只有奧克蘭可以利用而已 欸 真的是 痾... 痾... 你這邊應該是印度又沒有開放邊... 邊界了吧 所以你... 待會繼續自動貿易 自動... 自動... 自動移動 然後給你一個這個 先暫時讓我不用去管你 好 現在重點是這一個黑軍 這一個黑軍 這邊應該還有一座城市 所以老實說 我只能讓他在原地先... 先回血了 不然他其實沒有辦法做其他的事 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話 痾... 我這邊可能可以考慮... 先買一個... 新的黑軍 或者是新的拋石機 如果AI夠笨的話 他可能會先打... 拋石機 因為對他來說 拋石機的威脅會更大一點 但是... 如果他沒有很... 如果他聰明的話 他可能會先把這隻先殺了 痾... 所以現在我可能需要考慮... 我可能會考慮先出個黑軍啊 買個黑軍出來 替補一下這一隻 因為這隻死亡的技術真的蠻高的 痾...他沒死欸 很好 沒關係 那這樣的話我也沒差 我就直接掠奪 然後... 繼續炸你... 繼續炸你... 城牆沒了 城牆沒了 就好辦事了 然後... 你這一隻的話 你剛剛被打... 你這一隻你可能會待會也Hold不住了 所以... 我可能... 先看有沒有辦法幫你把這個城牆先炸掉 城牆炸掉的話至少你沒辦法攻擊 好 然後... 接下來的話 我應該可以讓這兩隻進來打了 這一座城應該就可以站得下 痾... 還沒辦法...可惡 還差一點點啊 痾... 那你... 這邊... 你好像沒地方取暫時 痾... 你的... 你暫時好像也沒地方去 那你... 你...你...你...你可能要負其重任了 就交給你了 痾... 好... 八回合之後會反叛 這一座城就可能比較難Hold住他的那個... 中程度了 我看一下下 可以 Hold得住 那我就幫你換過來了 痾... 但是這邊的話... 你這邊會掉嗎對不對 對... 我可能要考慮先把馬格魯斯... 不是馬格魯斯... 不是馬格魯斯 痾...但是... 他還是會有一點點的會掉 如果我幫你把紀念碑買進來 你還會掉嗎 待會再試試看 下一個回合再來看看 那接下來的話你就是要先把... 該修的東西修一修 然後你的城牆要建回來 所以... 水魔先建回來 然後... 成... 涼蒼應該暫時還先不用 但是你先幫我把... 遠古城牆先建好 讓我可以... 在裡面... 在裡面至少還有一點維護的... 維修的能力 然後這邊的話他要... 看要不要割 他想要割讓這兩塊給我 目前應該還是沒關係 用不太到 然後... 我可能會想要讓這兩隻... 弓兵... 可以替代過來 你可以到哪裡啊? 你要到... 喔... 你先移動到這一個位置 然後... 讓他可以過來這邊 這一隻... 這一隻可以進來... 這一隻可以進來... 然後你的話... 你應該可以進來一點點再回血 我怕待會這邊突然有誰衝進來 很麻煩 防禦遠程 然後你的話... 剛剛你建完了... 拋石機嘛 那你的拋石機在這邊 然後... 那你現在的話要幫我做... 科技待會現在... 接下來要走火槍 我需要消食 消食這邊是有的 但是我可能會需要更多的消食 其他地方有任何人有消食嗎? 其實好像沒有 嗯... 看起來是沒有 好吧 如果是沒有的話... 呃... 我想一下你要用什麼好呢? 嗯... 冰工廠 看起來應該也是冰工廠 然後工程達鐵掠過 呃... 披甲戰士這一隻 你可能要先稍微回個血 然後你的這個... 黑軍 你應該也是需要先回個血 但是幫我站出來到這邊 然後你的話... 你要幫我把這邊都先修復起來 至於花木蘭你還有22回合的壽命 呃... 原則上你可能會站過來到這個位置 待會... 先回個血這一回合 然後你... 站在這邊 你應該可以繼續炸 因為他城牆應該... 城牆不會... 城牆不會這麼快回來 而且現在沒有城牆可以攻擊了 所以我的單位應該都是安全的 我只要... 我只要基本上... 不把... 單位靠進去... 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沒差了 只是說... 可能需要考慮要不要讓... 一些單位站進去裡面了 不然的話... 他這個... 可能會一直... 在那邊回血也是有點麻煩 三回合之後就反叛了喔 那你應該是因為... 裡面沒有... 單位... 這麼快 呃... 這麼快的話有點麻煩 我看一下下 你這一隻... 你想要... 你應該... 你應該可以守得住 平原 丘陵 你應該... 戰略地形是比較好的 所以你應該要守得住 然後你在這邊先不動 你的話先幫我回血 然後... 工程塔這邊... 他的這個四回合... 是有一點麻煩... 我看一下一下 他怎麼沒有... 因為他已經在這邊了 恩... 貿易路線 看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人... 波蘭... 波蘭你還可以進到... 英雄時代喔... 波蘭你還可以進到黃金時代喔 為什麼現在這幾場的AI都是... 明明就是在侵略別人的 但是還可以一直到... 英雄時代我真的是用... 受不了耶 痾... 你這邊的話你先... 因為這一個槍刺這個其實會有一點麻煩 嗯... 槍刺... 的這一個... 槍刺的這一個... 我要用什麼來擋他呢? 槍刺... 有點好奇 槍 恩... 槍... 槍... 欸咻... 槍刺... 他有找到嗎?沒有 槍刺... 欸 槍刺... 好...終於... 恩... 他是長矛兵... 長矛兵... 槍兵... 你先出來然後你回來 然後... 這邊單純要看有沒有辦法控制的下來 如果控制不下來的話... 這座城要控制下來 不然的話我可能會... 擋不住 但是問題是... 我看一下一下 我如果讓這一隻站出來這邊 然後讓這一隻站過來這裡 然後讓他開始先炸他 然後... 前面這邊的兵 我必須要盡快的派出來到這裡了 所以... 你這一隻你可能沒辦法... 你可能要出來到這邊來 然後你進去裡面 恩... 然後你過來這裡 恩... 你的話... 你先繼續幫我維修 這邊的話有... 紀念碑嗎?沒有 然後... 你這邊... 嘖... 我覺得... 現階段來說我其實還是缺... 我還是需要更多的單位啦 尤其... 火槍手這邊科技還是... 還有... 還是蠻缺的 所以... 但是這邊有一個消失 你應該要先去幫我拿這個消失 然後... 你的話... 你如果沒有什麼事做的話 可能先... 直接在這邊先強化 然後你這邊... 中式計程牆... 暫時先弄 然後... 我覺得我要直接 繼續的壓低你的傷害 你的血量 因為我可能沒剩幾個回合 如果這一座城可以拿得下來的話 那... 因為重點是這一座城的人口太低了 所以他對於他的中程度的壓制不夠高 如果是這一座城本身還可以 但是這一座城的... 中程度... 人口數太低 首都兩座城可以控制他的中程度 但是這一座城控制不住這一座 所以我一定需要把羅子爺先拿下來 才會有機會控得了 然後加上現在... 我看到後面這邊有幾個兵已經出來了 所以說... 這也會是一個問題 我們這邊可能會需要先強化一下 我沒辦法繼續炸他 然後這邊的話繼續炸一波 盡快的壓制 嗯... 這一個打一下 然後... 我先幫你累積 然後你先回個血 然後你這個工程台先掠過 嗯... 還剩幾回合? 三回合 三個回合 你可能也是沒什麼事情可以做 與其如此 你不如這一隻先幫我去把... 這一座城的東西修復一下好了 你可能會比較好... 回一點 然後... 你直接幫我把它清掉 然後你... 你可能要先站到這邊來 因為這座城如果翻過來的話 我可能會需要隨時透過你 來去把它... 建起來 然後... 這邊的話剛剛完成的學院 這邊你要先幫我做... 緣故城牆 然後接下來要看這兩隻 這兩隻應該來不及過來 他們還要繞過合 然後... 現在城牆要看他... 這個會打誰 好...他打這一座 我這邊先拒絕 這一個是打過來這邊的 那我這邊應該可以用你... 用你... 然後... 依靠一些... 遠程的積蓄壓制 你這邊兩個回合 因為這邊這一隻兵... hold不住他 他十個人口太高了 所以... 你這一隻這樣打下來... 我還有什麼遠程的 還沒有用過的嗎? 好像沒有 你這一隻... 如果是這樣... 但是你這邊... 都是自己的地 所以你也沒辦法掠奪 你繼續回血吧 可是我覺得你回來這邊回血 要不然他待會被推出來會有點麻煩 然後你... 你這邊因為你也打不到 然後你剩十九個回合 所以你... 也一樣先回來這邊好了 萬一兩個回合之內... 我打不下來的話 你至少還可以幫我Hold得住 然後... 我們開始打吧 我覺得應該是拿不下來 會差一點點 欸拿到了欸 拿下來了 如果這一座城有拿下來的話 然後我先馬上把... 痾... 馬格魯斯 從... 這邊派過來這一座城 讓這邊的忠誠度是穩定的 然後... 這一個的話... 有沒有什麼... 食物可以讓我直接先砍 人口先直接變成寺 拉高一點點就好 那我們這邊先... 準備... 萬一這座城真的Hold不住的話 然後... 你這邊都先駐紮在這裡 然後... 你... 這一隻... 可能... 也是只能先跳過 然後你這一個的話 你進來... 躲起來... 恩... 其實應該要再躲進來一點啦 不過... 沒關係了 然後你這隻目前的重點 也是先把... 遠古城牆先蓋回來 好 因為他們有可能會繼續進攻 萬一這兩個直接進攻下來 下來的話 我難保... 他... 保... 他可以被擋下來 很難說啊 這塊地我直接把你買下 因為你待會後續會變成我... 火槍兵的重點 恩... 接下來... 你這邊生產力怎麼沒有繼續做 哦... 沒有任何生產力的 哇你這塊... 這一座城市也是滿廢的耶老實說 嗯... 雖然說還到十人口 但是... 真的是滿廢的 他沒有打這座城 加一一種程度 那你這邊... 有任何起色嗎? 五回合... OK... 有比較久一點點 然後... 那你這邊要繼續先幫我回個血 然後... 你的話... 你這隻可以先... 炸他一下 因為他沒辦法直接進來 你這隻也可以先炸他 那... 哦... 他們出到射石炮囉 射石炮就不好搞囉 恩... 這座城應該已經是穩定下來的啦 目前看起來 好... 你先回血 然後你的話... 你的攻擊已經可以打得到他 欸... 呀... 我沒有要你馬上過來啊 欸... 好... 先不要動 在這邊 先打他就對了 然後這樣子 然後... 披薩戰士的部分... 你是可以對他造成傷害 不過不夠高 所以... 你可能... 然後這邊 這一個... 但是... 但是你躲在這邊 這一個位置是丘陵 他應該沒辦法直接炸得到 所以你先躲在這裡 然後你這邊強化 我應該按另外一個的啦 然後你這一個... 這一個應該是... 學院 所以沒辦法弄 然後... 那你可以來... 這一個農場 幫我把它修復起來 然後商人的話 商人我們直接先跟... 後面的這幾座城 恩... 這一座 先給他一點生產力 不然他生產力有點廢 然後... 還有沒有消失 應該是沒有的 對... 這邊都沒有消失了 那我們把這一個拿... 把這一個改良一下 OK... 好 OK... 那我覺得... 我們今天這一場應該就先到這邊了 目前來看我個人認為 進展算是順利啦 那接下來這一座城應該... 如果我這邊都hold起來的話 原則上這座城會直接反叛過來 反叛過來 然後變成... 我這邊的城 因為這邊沒有任何忠誠度可言了 然後... 或者是有可能他會跑過去印度這邊也很難說 但是這邊的話 六個人口跟十個人口 如果我這兩個可以hold得住的話 尤其是這一座城如果hold得住的話 會... 對於後續的影響會蠻大的 那現在的重點是在於說 他的生產力有點真的是偏弱 但我不知道... 是因為... 什麼樣的原因讓他的生產力偏弱 因為目前來說 他現在應該是要有生產力可以去... 做出來的 這邊都還有一些... 這邊這一座城也是還有生產力 這個也是還有生產力的 所以照理來說他應該要可以... 呃... 做得起來 也有可能是因為被掠奪得太多啦 這也很難講 然後接下來的話 目標有可能啊 我看一下下 因為目標的話 首都要直接拿下來是很困難的 但是有可能會波茲南跟首都 盡量看可不可以拿 如果可以的話就拿下來 不能的話就暫時先不要 那... 可能... 慢慢節奏會比較慢一點點 但如果可以把波蘭打下來 原則上... 他們所有的城市我可能會稍微休息一下 讓城市的科技跟文化可以回來一點點 我再一點點穩定之後 再看有沒有辦法繼續打下去 因為印度這邊 大部分的城也都是有城牆的 所以說他們這邊也不是很好處理 我們就在邊走邊看吧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我是屎嫂們 下次再見喔 喜歡的影片記得按下留言 或者是按讚訂閱分享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Discord頻道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